一般人比較少嘗試的用冰水去做手抽咖啡的部分 那為了要克服因為溫度的關係 那我們在用冰水萃取的時候啊 會有萃取日不足的問題 所以我會在模度上做調整 那我今天用的模度是小富士的1.5 這樣的粉在手中來講是比較細的 然後一樣我們一開始啊 會先做熱水悶蒸的部分 然後熱水悶蒸的部分我大致上抓大概是粉量的2到3倍 那我今天用的粉量是24克 所以我的注水的悶蒸的水量大概是差不多在48克50克左右 那原則上的話就是為了希望它的整個的排氣做得比較完整 所以我的悶蒸時間原則上會超過一分鐘 然後等到表面全部都乾了 排氣做足了以後啊 需要一分鐘的時間以後啊 我們開始用冰水注水 我今天用的冰水的溫度的話是2度 那冰水注水的話掌握一個原則 因為它的萃取率會比較少 所以我們從一開始就是做大水翻滾的動作 這中間我們在萃取的過程中 只要去觀察一個地方啊 因為我們還是會擔心它的粉比較細 容易有所謂的細粉淤積的問題 所以我們在中間會不斷的去觀察 就是它的下座的出水有沒有堵塞 然後大概約8分滿的時候一樣在補水 那基本上沒有什麼所謂的繞圈的技巧 它就是一直都是持續用所謂的大水一注到底 利用翻滾的動作去代替攪拌的動作 然後在最後一段的時候啊 我會用一個類似像Siphon的方式啊 做最後的一個攪拌的萃取 然後利用像Siphon我們文味道的一個 那個萃取的方式來確定就是我們本次 我們想要呈現的味道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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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